嚇我不到的 TUN!TUN! 馬田出來了 又到了我們的人體實驗 最佳最終會Special 今個星期我們會給你看看 我平時沒有理會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會是吃什麼下肚子 首先我們今早去了健身 然後路徑買我們的午餐 其實我是推薦海南雞飯的 但待會你看到我的晚餐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沒有點海南雞飯 我們點了一個蟹肉咖哩飯 很喜歡吃咖哩 可以送很多飯 超級多蟹肉 準備了3 2 1 再來一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之前三個星期都這樣對自己 但我本來想知道會怎樣 這星期會不會有災難性的結果 加咖哩的話真的沒可能吃不完 而且我也很均衡 有很多青椒 真的配咖哩才可以 其他煮法都很難 晚餐再回來 對吧 好了到了晚餐時間 我們立刻來揭曉 為什麼 我們今天不是叫海南雞飯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要怎麼煮 應該遲些就有片 雞也算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選擇 麵包的才拿來 希望今個星期不會有其他 這些遭遇 明天再回來 我們來到 第二天的 是 這個是豬柳漢堡包 因為我不是很想叫牛肉漢堡包 之後還有番薯條 對 之後因為我英俊 所以他好像請了我吃雞翼 但應該我吃不到 這兩隻雞翼 請同時吃 有沒有人覺得我已經放棄了治療 其實這個包是有要求的 看得出來 五十多元 連東西喝 晚餐再見 好了 我們準備進入晚餐時間了 好興奮 好興奮 你看到我午餐這麼豐富 晚餐必定是更豐富更加微微 立刻拿出來 好興奮 為什麼我今天這麼放肆 吃還是漢堡包 就是因為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晚上面對的 就是已經吃了第六次的雞 吃得多少得多少 這道菜應該是你吃的 大家自己期待一下 明天下午吃什麼好呢 很期待 明天再見 嘿 以為第二天嗎 說明是回復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當然會有 宵夜 我的宵夜是蒸水蛋 人生贏家 COOL 回來了 我們又進入了新的一天 你看到我全身濕透 你就知道我在暴雨之中 買了我們的午餐 今個星期已經不風一轉 我們已經變了 觀塘區美食推介 對吧 馬田常去的五十間食店 這間我去過應該兩至三次 它是一間叫炒飯專門店 我叫了就是這個 脆皮牛腩 你看 很厲害 不是開玩笑 卡路里 說明是炒飯專門店 所以我只是喜歡它的炒飯 你看 就是一個很棒的炒底 你看 顏色很金黃 還有很乾爽的一個炒飯 通常都是炒飯 然後配一些菜 我吃過就是 沙爹牛肉 加煎蛋 之後有一個椒鹽豬扒 椒鹽豬扒那個不好吃 但它面對一個問題 你吃粒會不會太乾 因為它沒有汁沒有食 所以這次我試了這個 脆皮牛腩 但是它說會跟這個沙爹汁 哇 極邪惡 神經病 脆皮炒牛腩 再加炒飯底 有沒有人覺得我的體脂 只有十幾個百分比 是一點都不科學的 如果我吃這些 我也覺得其實海先生是瘦底 Cure 好像沙爹牛粉更多 這間店說便宜不便宜 說貴不貴 外賣這樣便70元 相對普通單廚會比較貴 但是當你有一天想吸收 無限的卡路里 但又不想吃西式食 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以幾十元來說 它的飯真的很好 因為那次我在堂吃 你會吃到 酒樓蒸出來的鑊氣味 外賣就會差一點 還有其他普通茶餐廳 就沒有那麼蒸 炒得沒有那麼好 有時候會濕的 然後飯又沒煲開 但因為它是炒飯 那它本來的飯天生 就是預料給你炒 所以它出來的效果 是會好一點 一改來便吃得完 有一個酒很深 晚點看看你們吃什麼 好嗎 晚餐時間 是不是忘記了它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不用看了 我們來到第四天的午餐 你猜一下我這個背景 即是我回到哪裏 去了淡仔 本身是想買這個 但其實實在是 辣味實在是太多油 還有這個響鈴 老油條也是超級油的 所以就 買了其二樣東西 就是普通酸辣 酸辣是相對在湯底裡 是比較少油的 然後叫了雞肉 每一次我都會叫雞肉 之後就配了一樣東西 多一樣新東西 這個 這個 impossible 植物豬肉炸醬 所以我就點了這個 因為上次吃 impossible 那個牛肉 都幾次 我就點了這個 但這個素菜湯底 我是一杯的 因為那些 烏菌湯 雞蟲籠 其實之前出過 還清過清湯 所以我就沒有點這個 點了普通 然後加這個 素炸醬 還有普通的酸辣米 素炸醬 差不多味道 好像沒有那麼油 也不錯 但是加10元就好像有點貴 普通的炸醬是多少錢 加5元 就是這樣了 我們吃午餐 不過這個反射呢 畫面這個位置 這個反射呢 好像是倒轉世界一樣 講樣被人嚴重低估的 給你知道 就是其實有了小米線 還會便宜1元 所以呢 我其實多數都會點小米線 然後肚餓就會再加一個素 不過呢 最好就是 就是菜類 菇類 會好一點 那些醃製肉 丸那些 就最好不好 豆泡也是比較肥一點 雖然很好味 很吸湯 這裡有一些綠豆 好像失敗了 就這樣浸 大顆一點的 你試一下 我肯堅強無限 在健身那裡 激死了 因為被人圍偶 被人撕開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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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專門妹 哈哈 這張海報真的受不了 我是粉絲我也生氣 那些人罵他 那些人是愛他的 我覺得 有沒有人思邊的大耀明 大老師 你換大老師下去 沒問題 換陳廷威下去 也沒問題 對啊 我們進入星期五 也是最後一天 但是呢 因為經歷了整個星期 已經想不到 完全想不到 吃什麼 所以我們把這個站 交給同事 開盲盒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好像這麼多 吃飽一點 即是有buffer 再做下去 你這麼瘦 嘩 我現在說謊 不殺手 我們看一下 我們五賊 應該是些沙律 那些蔬菜沙律 那類型的東西 喔這個 這間 我吃過一次 嘩 嘩 嘩 招牌木碎花生多士 即是花生醬多士 這上面還有花生醬 瑞士雞翼 然後還有個炒蛋米線 底下是什麼湯 應該是番茄湯 為什麼有這麼淡的味道 麻辣番茄 行不行 好 來了 我們的午餐 我吃過一次 好像是原本的番茄 就這樣番茄 就這樣番茄 好像就這樣番茄 好一點 麻辣 好像 因為它不是真的辣 它是有一點點麻 它這裏呢 監製寫著 番茄給青黃瑞士清白 馬上來試試雞翼 挺深色 OK 但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吃完這裏 應該已經過了全日你需要的能量 雞翼 雞翼相對比較肥 花生和花生醬 基本上是 油脂和糖的組合 再配上麵包 卡路里應該和一碗麵 我想差不多 一般的柴餐廳 冰室 真的很注重 攝取卡路里 其實就不太多東西適合你吃 很容易爆表 炒蛋 裡面有很多油 所以自己吃東西 外出就小心點 除非你好像我這樣 不瘦底 就可以吃什麼都沒問題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剛才整個餐分開了兩餐吃 最終呢 只剩下小許花生碎蝶 之後呢 現在呢 晚餐是什麼呢 都不難猜了 有可能 你們已經有些線索了 就是這個了 綠豆糖水 覺得一直在玩命 我們星期五放 然後星期一回來再放一次 看看有沒有分別 公佈結果 62.9 有啊 哇 哇 是萬國來的 嚇不了我 好了 星期一回來啦 星期六天呢 我們採取了一個 非常之有效的策略 那個叫做 高卡路里飲食法 平均每天 最少吃了 3000以上的卡路里 去那邊呢 去吃漢堡包啦 炸雞啦 然後回來再吃炸雞啦 那呢 這兩天呢 起碼都吃了六至到八九 那我都幾有信心呢 這兩天呢 每天平均呢 都起碼超過3000個卡路里 好啦 那我們呢 來公佈我們的 最終結果啦 我們的體重 六十五點零五啊 那呢 比起呢 上個禮拜呢 即是這個禮拜 開始之前的六十四點一 就足足重了一個KG 那呢 比起 成坦的之前呢 即是一個月之前呢 更重了 那呢 上個禮拜呢 我們的 是十六點二嘛 那我們今天呢 登登 十七點三 這樣的 我們現在呢 模擬了一件事啦 就是 如果你減肥 哦真的減了一點 然後再回復回 可能你之前的生活 搞得這麼辛苦 慰勞一下自己 那你就會遇到 跟我現在呢 一模一樣的狀況啦 就是呢 會重發 甚至呢 會重過之前 那但是 今次這件事 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呢 不是讓你們開心 哎呀死肥仔 不是這樣 那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數據來的 其實 如果你想減肥之前 哇 讓我想到這個結尾 簡直是完美 COOL 當你的卡路里攝取 或者你那個 食物的成分 低於 某一個數值 即是可能一千多 那基本上呢 即是我的情況呢 就是會略為減少少的 而且是一個很慢 慢慢 輕輕輕輕的 少少少少的 這樣減 今個禮拜我們完全回復回 亂來 或者比起 你們普通人正常生活 我們再劇烈少少 我們再來多 再補多六日 連續的超高卡路里的情況 我就會升回一個KG 那簡單來說呢 如果這個卡路里攝取 如果它給我的輸出 就會增回1KG呢 用回你之前減 會減多少 還有加 你會加多少 兩條鬚 這樣拼起來 那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的standard在哪裏 即是你那條線在哪裏 你攝取到多少 就會是一條 剛剛好 平均 譬如我現在這樣吃東西 我就會肥了 簡單來說呢 其實我是不會需要 去到3000卡路里一天的 但是千多呢 又好像太少了 因為會慢慢變瘦 那就看你的目的了 如果你想維持體重的 那你就 在這兩條線的中間 或者你那個食物攝取 那個脂肪含量 你就減回一點 就是不要下下去到炸雞 清一點 或者混回之前那些 你覺得會瘦的元素 或者健康一點的元素 進去你的菜單裡面 那就是最好了 所以 我們 終於 可以直入我們的主題了 好嗎 我們下一集 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是想一想 先休息一休息 根據我們現在得到的資料 我們來制定一個屬於我 只有我會活的計劃 好嗎 就是這樣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記得按Facebook 訂閱 喜歡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有不同級數 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4143 415 都有更新 你看哪集有機會出現 星期二日都可能會有 星期二、四 還會有Live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真的跟我們的初衝差太遠 對